广场上吊死了一批反战人士 他们因为反抗希特勒 所以被内粹拿来示众 杀鸡儆猴 但这个崇拜希特勒的男孩 口口声声说自己喜欢杀戮 现在却害怕地扭过头 妈妈要他亲眼见证 这些被残酷制裁的反战人士 他希望让他记住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 而不是继续被内粹洗脑 成为军营里的狂热分子 不过在军营里被训练的乔乔 就连一只兔子都不忍心杀 他的心软被大家认为是懦弱 只好在嘲笑声中落荒而逃 不想再当胆小鬼的乔乔 决定在大家面前一血前耻 当教官掩饰投掷手榴弹时 他剑步如飞 把教官手上的手榴弹夺走 拼命甩了出去 但是手榴弹却被树干弹了回来 落在了乔乔的脚边 乔乔把自己炸上了天 被送去了医院 等到他康复时已经留下疤痕了 但妈妈却高兴极了 因为他并不希望乔乔上战场 这样一来就能让他平安在家了 不过乔乔也不会闲着 他很快就在家里发现了怪物 因为姐姐离世后 他的房间一直无人居住 如今他却发现了一道新鲜的抓痕 这让他感到如临大敌 乔乔顺着挂痕的方向 掏出小刀 撬开了一块木板 来到一间破旧的密室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里面竟然有一双少女的脚 再抬头看 乔乔惊惊慌失措 尖叫着逃了出去 少女甚至伸出了手 扒在门框上 乔乔吓得连滚带爬 摔下了楼梯 但是少女却一路尾随他 一把抓住他 摁在了墙上 乔乔在少女的威胁下 得知这个犹太人是妈妈邀请的 一旦被发现窝藏犹太人 他们都会被处决 这么危险的事情 少女警告他谁都不能告诉 包括乔乔的妈妈 否则他的小命就不保了 男孩慌忙点头 但他内心绝对不容许 一个犹太人和自己居住 这时他总会幻想出来的偶像出现了 给他出谋划策 说干就干 瞧瞧手持长刀 头戴锅盔 举着盾牌 准备和少女一较高下 让他滚出自己的家 但还没等他动手 就又被少女吓了一条 现在少女是反客为主了 既然无法在武力上解决他 那就得智取 在偶像的建议下 乔乔决定先和少女好好相处 让他卸下防备 再通过精神控制 让他离开乔乔的家 就在妈妈回家后 他神色凝重 开始试探妈妈 看到妈妈的神色变化 乔乔知道的确是他藏的犹太人 不过他随之打了个岔 谎称是姐姐的鬼魂 为了保护自己和妈妈 不被窝藏的犹太人牵连 他决定写一本 关于犹太人的书 好将功不过 为了让大家相信她的话 男孩打算让少女 披露更多犹太人的真相 没有了刀的她 只好拿着汤勺威胁少女 少女看似欣然同意了 实则开始满嘴胡鞭 讲到犹太人都是爱财如命的魔鬼 还对各种美食过敏 随后还质疑内粹不是人 意识到他在挑衅自己 乔乔生气了 还没等他说完药武扬威的大话 少女就开始了反击 少女侮辱完他的偶像 被掐得喘不过气的乔乔 就被狠狠地甩在了床上 为了报复少女 他想出了一个损招 得知他有一个未婚夫后 乔乔心生一记 他伪造了一封信 用未婚夫的语气 告知少女自己已经有了新欢 听到未婚夫要让自己放手成全他 少女居然没有质疑乔乔 只是一言不发 回到了密室内 听到少女在轻声哭泣的乔乔 意识到自己的恶作剧成功了 但也让他伤心透了 乔乔立马又心软了 愧疚的他随即写了一封道歉信 继续伪装为婚夫 少女含泪的眼睛 也露出了笑意 他明白这是乔乔在安慰他 随着他们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他们对彼此的恨意 也没有原先那么强烈了 取而代之的 是如同朋友一般的亲密无间 这让乔乔的偶像变得警觉起来 因为他不希望乔乔 反过来被犹太人精神控制了 不过乔乔显然已经把他当成了朋友 这让偶像不太高兴 乔乔和他不欢而散 妈妈清楚少女的动静 让乔乔起了疑心 所以叮嘱他小心点 不要被乔乔发现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乔乔和少女早就成了朋友 妈妈鼓励他好好活下去 妈妈怀念自己离世的女儿 常常一看到少女 就有女儿还在身边的幻觉 在妈妈来找少女的日子里 他总是会告诉他外面的世界 和他讲起自己成为女人的历程 让少女羡慕不已 但他从未学着去相信一个人 妈妈开了瓶红酒 高兴地舞动着 乔乔问他为什么这么开心 妈妈告诉他 因为战争就要结束了 乔乔大为不满 差点就要拍桌而起 但妈妈解释 他爱自己的祖国 战争才是他最厌恶的事情 但乔乔由言不尽 认为只有内粹把敌人全打败了 才算是完美的结局 提早结束战争 就无法继续消灭敌人了 妈妈见他的狂热被点燃了 于是转换了话题 接着乔乔故意说自己很饿 要把剩下的面包都砍了 但他也清楚 那份面包是妈妈留给少女的 又开始抱怨妈妈不懂自己 想见奔赴战场的爸爸一面 他一定会明白自己的心 只见妈妈起身出去 换了一件军装外套 大摇大摆地踏进客厅 再把壁炉里的灰都抹到脸上 角色扮演起爸爸 吼完乔乔的他又后悔了 随即和他道歉 然后又邀请乔乔一起跳舞 在欢快的舞步中 他们终于重归于好 动乱的局势带给乔乔的 不应该是沉重的负担 对于内粹的狂热 意味着乔乔对全世的向往 但妈妈企图纠正他的思想 年轻人应该赞美和歌颂生命 而不是陷入战争和全世的圈套里 他跳起舞来 向乔乔展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乔乔不懂得自由为何物 但他明白危险会到来 因为妈妈在街上偷偷放纸条 上面写着 解放德国反抗纳粹党 果不其然 盖世太保登门拜访了 乔乔盯着这群不速之客 知道大事不妙 他担心少女会被他们搜查出来 幸运的是 教官也随之而来 分散了部分注意力 但乔乔的紧张一直挥之不去 面对威严且步步紧逼的盖世太保 他显得唯唯诺诺诺 只想应付了事 那把被少女夺走的小刀 正是每个希特勒青年 都因随身佩戴的误解 盖世太保问他怎么弄丢了 就在乔乔支支吾吾的时候 难以置信 少女竟然自己站了出来 而且毫无畏惧 乔乔担忧地颤抖起来 少女称自己是乔乔的姐姐 还故作镇定地和大家打招呼 随后盖世太保搜查起姐姐的房间 要求查看她的身份证 经过教官的审核后 确认无误 乔乔松了口气 以为是虚惊异常 只见乔乔写的书 封面上赫然显示的是 关于犹太人的真相 就在乔乔打算承认时 少女再一次站出来 解释是自己写的书 打算献给元首当礼物 听着盖世太保的嘲讽 少女的嘴角向下搭拉着 愤懵填满了她的心 却不能彰显出来 直到送走了这群不速之客 乔乔才来找到少女 但是在审核姐姐的身份证时 少女其实说错了生日 是教官帮了她一把 没有戳破谎言 少女坠坠不安 但她至少没有被立即抓走 谁能想到 自从妈妈出去发纸条后 就再也没有回家 就在瞧瞧外出觅食的时候 她发现了妈妈的鞋子 那双红色的五鞋 妈妈曾穿着她跳步 瞧瞧胡乱地系鞋带 但她怎么也记不好 只能伤心地抱紧了妈妈的腿 曾经妈妈让她看反战人士 被吊在广场市中 庆原就是妈妈自己的下场 也许早在那时 妈妈就有了随时牺牲的觉悟 她一直将少女藏在家中 也是因为她们有着共同期待的未来 她将生的希望给予了少女 能看到女儿的影子 在千千万万的少女身上 迎接没有战争的未来 那将是莫大的幸福 只是留下了还未长大的孩子 他们都没有了依靠 战争席卷了整座城市 希特勒自禁后 乔乔和教官也无一例外 被当作了内粹俘虏 但教官却露出了笑容 随后教官就变了脸色 将乔乔身上的内粹俘包下来 乔乔被推开 也因此被救下一命 听着背后的枪声不断 乔乔下得跑走 再次见到偶像的时候 她显得那么狼狈 希望乔乔向自己敬礼 乔乔一脚把她踢出了窗外 接着乔乔告诉少女 战争结束了 她为她系好了鞋子 少女和乔乔相识一笑 跳起舞来 就像妈妈那样 为自由而舞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卿